浓浓黑烟直窜天际俄罗斯周五右朝西部大臣利维夫机场附近狂轰 火箭击中一座飞机修理场接连发生三次的爆炸 乌克兰军方表示飞弹从黑海发射过来 研判是KH555巡航导弹 而稍早先主播在利维夫连线就不断听见警报声 而军队南部战略要地奥德萨虎视眈眈 从港口处就能清楚看见远方有俄罗斯军舰驻守 奥德萨民众相对冷静 有人在公园下棋也有人在运动 直到警报声响起才有民众赶紧逃往地下室 这就是战火下乌克兰民众的日常 而马里乌波尔已经被炸到残缝 破不堪 街上到处是车辆的残骸和烧黑的建筑 还有民众逼不得已只能暂时逃到俄罗斯 哈尔科夫的一处儿童游乐场现在也被炸成废墟 在基辅永明宅前方被炸出一个大洞 切尔尼科夫排队里面包的民众遭到炮弹攻击 现在证实死者中包含美国公民 死亡的美国男子希尔为了陪乌克兰老婆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留在当地没想到混沌一箱 乌克兰军方则持续反击 最新公布的画面 他们瞄准俄军坦克车轰炸 反坦克飞弹一击发 俄军坦克又马上被炸成废铁 特别别新闻综合报道 用九名俄罗斯战俘换回自由的梅利托波尔市长 被俄军炉走六天 过时后第一句话是感谢所有民众 他被炉走后被拘留在乌东的鲁干刺客 俄军要求他合作 他也没有低头 他感谢总统泽伦斯基没有放弃他 另一边乌克兰军方也扩大扫荡 抓内奸 就怕有俄罗斯内应泄露军情 这些内应透过特定的暗号 甚至录影向俄罗斯军队传达关键情报 乌克兰团结抗敌小提琴家站在街头 激昂的情音拉的是源自一次大战 乌克兰爱国歌曲期盼正式开拳而归 抵御俄军现在沉稳全民运动 这家人把客厅变成工作室 制作士兵所需的防弹衣 这名男子原本是律师 他和已经退休的妈妈一起帮乌克兰部队缝制盔甲 一边唱着歌一边用缝纫机制作防弹背心 还有各种防御用的装备 希望这些小小的帮忙能守住前线士兵的宝贵生命 TVBS新闻组合报道 四艘俄军战车登陆舰穿越津青海峡 往西南方航向日本海 日本自卫队拍到俄国军舰 甲板上载满军用卡车 推测可能是要运送更多兵力前往乌克兰增援 美国官员指出他们拦截到俄军队化 发现俄军死伤人数太多导致兵力不足 需要从其他地方调派军队支援 无论没有停战迹象 美军持续在欧洲跟盟国进行军事演习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就在地中海 跟法国与意大利海军联合演习 舰上战机也跟罗马尼亚战机共同训练 多达三万名来自欧洲跟北美 25个国家的北约士兵也在挪威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大规模军演 德国派驻罗马尼亚协防的战斗机飞行员则说乌尔开战后 他们的训练任务变成了真正的飞行巡逻任务 乌克兰不断要求北约设禁航区阻止俄军轰炸 但北约怕卷入战事拒绝 没想到俄国现在却抢先一步 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设立禁航区 任何飞机如果进入当地领空 可能会遭到恶果击弱 TVB的新闻余思颖综合报导 乌克兰超过三百万人出逃 多数难民涌入波兰首都华沙 已经濒临接受人数上线 大量难民急在中央车站 过去三周华沙就暴增两成人口 首都就快符合不了 华沙市长向各国喊话 帮忙接受不断涌入的乌克兰难民 我向所有我的朋友在西方世界 帮我们帮助我们做好 我们做好计划 我们需要一个计划 来自乌克兰北部苏梅城的57名小婴儿 根本还不会走路 他们都是孤儿没有爸爸妈妈 从开战之后就一直待在地下室 他们在那床区里 他们可以听到爆炸爆炸起来 这些孩子虽然搞不清楚状况 但战争已经影响他们生活 为波兰欧洲最大的难民中心 孩子说已经准备好面对新生活 进头另一边 美国芝加哥一间小学 让学生观看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国会演说 教室内做了不少乌克兰裔小朋友 小学生可能不懂政治 但是战争带来的伤痛 他们确实能感同身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莱坞影新阿诺史瓦辛格 公开长达九分钟的影片 向俄罗斯人喊话 说要告诉大家真相 阿诺回忆自己从小 以俄国举重选手为偶像 也说父亲曾效忠纳粹 结果在痛苦与罪恶之中度过余生 阿诺17号公布这片段 还上了英文俄文双语字幕 为的就是反战 也有俄罗斯的歌手身体力行 一名俄罗斯当地饶舌歌手 取消俄罗斯境内演唱会 1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 举办首场反战演唱会 直播收入全捐乌克兰 各界利用自身的力量 表达对和平的渴望 全球反战声浪四起 17号在法国巴黎 就有数百名示威民众 在市政厅前高举乌克兰国旗 也高唱乌克兰歌曲 声援活动全球遍地开花 诉求只有一个 战争结束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座黑海宫殿被普京身边 曾经的亲信揭露 外界质疑豪宅的建设资金 从何而来 至今不得而知 当然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些都是国际子虚乌有的指控 俄乌战争还在持续 联合国从战争的第一天统计至今 认为死伤的原因是因为 俄军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多次使用了极数炸弹 为此美国总统拜登首度以战争犯形容普京 对此克里姆林宫回应 拜登的言论不可原谅 一旦国际刑事法庭判决普京有罪 尽管普京在俄罗斯无法立即生之以法 但只要普京他到任何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署国 该签署国就有义务立即逮捕普京 押送到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 TVB新闻庄奇缘陈向如综合报道 拜登习近平要针对无二战争议题通话讨论前一天 大陆外交部先反击 外界评论大陆立场让人不舒服的说法 中方的立场的确通少数国家的立场 的的确确不一样 我听说连俄罗斯的猫 俄罗斯的狗 俄罗斯的树 都要被制裁 大陆重申在无二冲突中保持公正 只有想以冷战思维 称霸世界的人才会感到不安 整个世界上好像现在看的是俄乌 但实际上是美俄背后 但是实际上劳北新更加关注的是中美 双边经济上都有不少的麻烦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40年最高 拜登今年还有中期选举11月份 中国现在疫情严重 我们的经济增长 今年目标是40年来也是最低的 大陆总理李克强日前才表示 中国会尽力协助俄乌停火谈判 但就美国来看 北京当局到目前都还没做出实质的举动 甚至还可能选边站 布林肯表示 大陆有责任利用他对普琴的影响力 捍卫国际规则 不过对大陆来讲 也不想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想法牵着鼻子走 两方分歧的立场 就看能不能在为了稳住境内经济的情况下 针对处理乌俄问题达成部分共识 TVBS新闻朱光宏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